从某凡到浅峰再到跑南一位成员 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被网友亲切地称之为 签 地 画 抛 三位艺人各自都有共性 那就是莫名的自信 浅峰被爆出性侵事件之前 跑南的黄旭熙就曾爆出踏访事件 黄旭熙的踏访事件因为证据不充分 以及外媒的否认变成了一件带确定的事情 黄旭熙有没有出轨 以及有没有相关的语言暴力等等都无法确定 直到浅峰性侵事件爆发之后 再有网友发文实锤黄旭熙 所涉及的内容全面度十分大 而且有详细的过程 如小艺一样 都表示会对这件事情负责 说的都是实话 名为效仿专家的网友发文说 你知道吗 如果在家里发现一只蟑螂 那就代表还会有一窝的蟑螂出现 等着吧 你的好日子就在后头呢 用蟑螂形容一个爱豆 这足以说明背后藏着很大的怨恨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怨恨纠葛 才导致这一切的呢 该网友透露 黄旭熙是他第一个追信的艺人 也是初恋 由曾经的一名粉丝到美专辑追谦兽仪每一场演唱会他都没有缺席 基于这样的疯狂 在一次写信的过程中他听取了好友的意见 将自己的社交账号通过信的方式寄给了对方 没想到凌晨收到了对方小号的私信 在对方的甜言蜜语以及自我的沉沦状况下 这位粉丝彻底沦陷 天正地认为黄旭熙是在和他谈恋爱 跟粉丝彻底沦陷总共分为两个见面过程 第一次是在曼谷会面 当时两人并没有见面 于是这位粉丝十分痛心 便将此事情通过社交网告诉黄旭熙 晚上黄旭熙打电话来 一番安慰之语 在家乡老道地分析 这名粉丝天真的认为对方真的是在安慰自己 殊不知已经掉进对方的密关当中 第二次则是发生关系 时间是19年12月21日凌晨 当时的该名粉丝因为发烧缺席对方的活动 晚上黄旭熙留言要找他 并让他洗澡 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发生关系 这名粉丝再度天正地认为 对方手伸如玉了一年的时间 曾不想黄旭熙接下来的事情并不是上班 而是约会其他女粉丝 因为喜欢所以信任 这位女孩对爱都一贯的心理反应 即昨天有粉丝曝光她与黄旭熙的恋情之后 这位粉丝才恍然大悟 这些年代的喜欢都是被对方利用 用洗脑的方式控制 以此来隐藏睡粉丝和劈腿 以及欺骗的整个过程 除了这位粉丝之外 还有一名名为现在危在旦夕的网友 也在晒出聊天记录 并附上黄旭熙的床照 这次跑不了了吧 以及与对方在一起的照片 对方爆料出过程和这位网友的遭遇 基本一致 黄旭熙的做法也很老手 通过铺垫惨状 然后与对方发生关系 此后还要为对方要礼物 以及在不同的城市约会粉丝 充实自己的后宫 如此惊人的爆料 真的可以说是内娱真的该整治了 看起来真的太危险 微凡也在煎熬 前方是还未完成 黄旭熙睡粉又被爆 欺骗感情 把粉丝当后宫妃子 且不做错失与粉丝发生亲密关系 也先一看黄旭熙这几个字 会以为是韩国人 但最近看跑男才知道 这个男孩子印象不错 感觉阳光真诚 居然被曝光 娱乐圈真的是没有干净的地方了吗 8月24日 男星黄旭熙的瓜又更新了 除了韩国女友爆料垂食他 中国多位女生也晒出大量证据 希望粉丝们能看到黄旭熙的真面目 据悉 黄旭熙是个初到几年的小爱豆 所属组合为韩国SM公司取下的NCT 因为长相帅气而获得高人气 这几年是中国跑男的固定嘉宾之一 首先出来爆料的效仿专家 简称女神A 他表示自己曾是一名粉丝 与黄旭熙取得私下联系后 他还觉得自己很幸运 很特别 直到23日见到韩国受害者的爆贴料 他才终于认清了现实 原来黄旭熙是个劈腿渣男 女神A从2019年夏天开始追星 不仅会买专辑 追签售会 还会去每一场演唱会 那年12月2号 黄旭熙在北京有一场签售会 女神A受到好友怂恿 再给黄旭熙的信上写上了自己的社交账号 没想到刚刚送完信 她就在3点凌晨收到了黄旭熙 用小号发了私信 对方要求加微信好友 为伟正自己说辞的真实信 她晒出黄旭熙曾经的朋友圈截图 并透露她现在已经将朋友圈清空 加上好友后 黄旭熙说 你想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过来酒店找我 这个女户晕乎乎的过去了 凌晨3点到达酒店 黄旭熙熟练的躺在床上和她聊天 说了很多甜言蜜语 比如早就注意到她了 只拆了她的信 黄旭熙还透露自己之前 就撕联过一个中国粉丝 但她觉得对方长得不好看 只是吃了饭聊了天就没再联系了 这说明 她不仅一次这样对待粉丝 是个惯犯 私下见面的第一晚 两人大胆地做了一些亲密行为 而隔壁就是黄旭熙的队友 分开时 黄旭熙要求她不要和任何人说这件事情 还必须删除聊天记录 之后她们就经常打电话聊天 黄旭熙对女生A说 自己曾经的恋爱故事 直言自己没有时间照顾对象 虽然喜欢她 但没能力谈恋爱 她们第二次见面是在同年的 12月21号 也是在某场活动之后 女生A发烧每句活动 一直待在酒店 然后黄旭熙晚上来找她 两人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发生关系 而且黄旭熙说自己已经一年没有性行为 所以状态不好 然而对比中韩爆料中的时间线可以发现 事实黄旭熙一天之内前后约两人开房 横跨两国 时间很紧 女生A还透露 仅仅仅一场首尔演唱会 观众里就有三个和黄旭熙私下保持联系的人 2020年2月之后 黄旭熙表示两人还是当朋友好了 提出要减少联系 但女生A说 这两年自己常常在娱乐场所碰到她 见到她仍然爱玩 除了时间管理很厉害 黄旭熙还在闲聊时自爆 上韩国某军队综艺假装腰疼提前结束录制 吐槽内地综艺恶意剪辑 这位效仿专家用整理好的证据 陆垂黄旭熙 吃瓜群众大马南方不负责任 然而一瓜未贫 又一瓜起 另一位网友现在危在旦夕 也来爆料 简称女生B 据她所说 某次追行程上 她意外地加上黄旭熙 两人开始联系 黄旭熙主动提出去她家里 并表示自己没有女朋友 红篇女生 当晚女生B将黄旭熙接回家 经纪人并不知情 她将黄旭熙在自己家过夜的照片 看上去证据充分 当晚黄旭熙抽烟喝酒 包园队友没实力 只能靠脸出道 抢她的时尚资源 还吐槽跑男节目太内 前辈们给的压力太大 女生B表示 那时听完很心疼 但现在才明白 黄旭熙只是在卖惨 堪称PUA大师 之后黄旭熙以没带衣服为借口 要给女生B 给她买衣服 点名要高奢大牌 两人的相处若即若离 黄旭熙想去女生B的家里时 就会问她在哪 不想见面时就说浪费时间 后来女生B终于忍不了要摊牌 黄旭熙只说心诚太忙非常敷衍 这次中韩多位网友共同爆料 让女生B明白 黄旭熙有限女友的情况下 不会和别的女孩暧昧 会在不同城市 约会不同女孩充实后宫 还会在见面时 说其他女孩的坏话 根据这两天的瓜 黄旭熙的房子不仅塌了 而且碎成了渣 韩国SM公司之前的回应是 没有回应 明星有钱又有言 就不能好好谈个恋爱 玩弄别人的感情 不节省字号 终究会付出代价的 都没有回应 那我看不着 会不会 不着 你做 我看不着